大家好 升旗得獨 今天是2024年1月1日 今天是星期一 今天是元旦 今天 祝大家新年進步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揭露是內地遊客來到香港 再次出事 昨天跟大家說過 出事是廣東話來的 而且是一個比較文雅 的字眼 去形容 他們的情況 亦都沒有理由每次 寫趴街的 太不雅了 所以就是用出事這個字眼代替 為甚麼又趴街過呢 就是因為 是這個隨直 中國大陸 是徹底禁止你 是隨直到數 好 結果有大量的內地窮遊客 為甚麼要註明是窮遊客呢 首先說清楚 我們對窮人沒有歧視 我們 有大量的聽眾和支持者 跟我們一樣 都是普通香港市民 雖然 有些人有錢一點 有些人是中產 基層市民也有很多 不過 我們說內地的遊客窮 是對事實的客觀描述 並不是帶有任何的歧視標籤 不過實在太好笑了 所以 不說不行 就是因為這樣 他們現在 其實沒有了錢 有錢人可以變成沒有錢 窮人和富人 並不是一個永久的標籤 中國大陸的內地 的遊客曾經財大氣操 覺得自己 是消費者 你要來招呼我 對著全世界是這樣 不只是對著香港 今時不同往日 好境不再 經濟崩潰 他們的收入 儲蓄 大幅下降 現在下來香港 只能夠 是窮遊香港 內地窮遊香港的攻略 是非常熱門的 事實證明了 中國大陸 的富戶遊客 現在已經沒有了 全部變成窮遊客了 窮遊客 來到香港 當然會發生悲劇 話說 昨天是除夕 大量的內地遊客湧到香港 是把 香港逼爆了 悲劇就此發生 我們繼續說之前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優先保障了你的個人安全和個人資料安全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星期一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記得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已經把廣告剪到很短了 敬請各位一定要幫忙做 話說 隨直 香港大搞這個 維港煙花會員 這一批被中國大陸 預為 是香港衣食父母 的內地遊客 結果搞到 大量 滯留 在 上水站 原因很簡單 你下來看煙花會員 但是 晚上 列車 不是通宵等你們的 結果 就是有大量的內地遊客 由於趕不及尾班車 所以全部滯留 上水 要等到 有頭班列車 才可以 重新過關 整件事相當汁 因為 他們 在香港 地鐵站滯留 結果還要被港鐵罰款 看看相關 資料 要去羅湖和洛馬州的第一班車 在凌晨 5時57分 結果 在上水站 貼了通告出來 叫你不要再煩 票務站 還有你的手機沒有電 不關我事 下這裏不能充電 滯留 在地鐵站裏面 打算是免費過夜 免費過夜 港鐵 也挺無恥的 你在裏面超過了150分鐘 即是兩個多鐘 兩個半鐘 會有額外的懲罰性徵費 結果 還要額外收多64元 內地網民也在大叫 要了 我昨晚 在上水地鐵站過夜 結果還要被罰款 還要罰多64元 在這個叫做小紅書那裏張貼 地鐵超時扣費 香港地鐵很肯貴 下個肯字我加 也有很多人去質疑 為甚麼 明明應該是香港的衣食父母來的 為甚麼現在變成 窮遊客 明明應該住酒店 下來炒貴了 應該把酒店價格 為甚麼不去住酒店呢 為甚麼要堵住月台呢 為甚麼要躺在 上水地鐵站裏面 還要連64元 的懲罰性徵費 也嚴貴 如果64元也覺得貴 香港的酒店更加不用說了 一定是貴到無論 原來 香港真的在這個 是隨值 酒店價格 是非升 按照香港藍絲所說 現在香港經濟大好 尖沙咀大量的人出現 經濟好到不能再好 叫我們那些 唱衰香港人 麻煩你收聲 我們真的會收聲 我們最多就收一晚 1月2日 你給我迫爆尖沙咀 你再跟我說吧 酒店價格 就是升了上去的 那晚升得很厲害 因為短期 需求大增 結果 平時千多晚的酒店 據說炒到上去 4、5千元 結果有大量的內地窮遊客 就是住不起 其實住不起 不要緊 那就不要下來香港 看煙花會演 也沒甚麼好看 留在深圳 為甚麼有大量的遊客 從深圳湧到香港 其實有原因 因為 北京下達了指令 是整個中國大陸 不准隨值倒數 結果有網民拍攝到 深圳的大型商場 去到11點50分 所有的大型商場把螢幕關閉 然後 不讓你倒數 聚集的市民只能夠自己倒數 這個解釋到為甚麼 香港又再成為 新的寵兒 為甚麼隨值要下來香港 就是因為內地不能讓你倒數 變成要下來香港看煙花搞倒數 但是 下來的遊客 已經 金飛色彼了 以往下來香港的遊客 可能是大豪客來的 住貴酒店啦 吃美食 問你為甚麼服務質素那麼差 現在湧下來倒數的 全部變成窮遊客 沒有錢住酒店 還要逼在上水地鐵站過夜 扣完64元還要覺得很昂貴 所以你可以計算到 這些就叫做旺丁不旺財 藍絲朋友經常在 叫做死雞撐飯蓋 64元也不想給 你還說靠這群人 帶旺香港的經濟 你自己算一下 昨天有20萬人下來 64元也給不了 你算一下到底帶旺香港的經濟了 還要 整年365天 只有一天除夕 你不是想著 雙鋪 做完你一天生意 可以交到一年租 所以不要再為爭拗而爭拗了 要說客觀的 證據和數據 我也知道 如果你說倫敦 你知道昨天倫敦甚麼環境嗎 你說香港多人 我也免得拍給你看 因為我不敢進去市中心 這裡 整個 宋溫差不多全區封鎖了 徹底塞爆 我連涉政公園也不敢去 所以 你說經濟旺 麻煩你先看看全世界吧 尖沙咀旺 你看了東京嗎 你看了倫敦嗎 你看了台北嗎 其實香港 就算我把政治放低 就是多得你那群弱智兒童 才弄得香港今時今日 香港的地產商和商家 靠你消費 死了啦 你也不會計算的 64元 都付不起呀 客戶的遊客 你說靠他們帶往香港 你算一下吧 一條行人天橋 昨晚就沒有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是在哪裏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